黃色暴雨警告和3號強封信號生效 天文台說會在幾個小時改發1號戒備信號 颱風查柏卡集結在香港西南偏西大約210公里 如遼向西北或西北偏北方向緩慢移動 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 天文台說查柏卡只是穩定地移向廣東西部沿岸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 會在今日較後時間在各一區登陸 逐漸遠離香港並減弱 本港風力正是逐漸減弱 天文台說和查柏卡相關的雨帶 今日間中為本港帶來大罩雨和狂風 而查柏卡和另一個熱帶氣旋煙花距離已經拉遠 不會出現騰原效應 會有相互受影響 他們移動的路徑是會有比較特別的 另外在北太平洋的強力熱帶風暴 煙花是跟查柏卡距離相當遠的 現在是有2000公里 所以兩個熱帶氣旋的環流是沒有互相影響到的 所以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兩個熱帶氣旋中間是沒有出現騰原效應的 下一個熱帶氣旋 糟糕 2020 所以 下一個熱帶氣旋